女孩第一天上学 就被同学扯住了裙子 将她拽到墙角 把裙子往上提了提 就这样 莎莎第一次交到了朋友 跟着几个时髦的小丫头 她们烫发毒口红 想尽办法的变美 裙子越来越短 大腿却越来越长 很快就到了高中 被分进了最差的班级 除了学习 他们什么都干 眼看就要高考 却整天满不在乎 化妆拍照大头贴 跳舞蹦迪看帅哥 只要不学习 天天像过年 爸爸的心思 全都花在弟弟身上 对两个女儿 从来都不管不顾 好在妈妈很开明 将孩子们照顾得很好 可对妈妈来说 女儿健康快乐就好 对她的学习 却根本帮不上忙 高二这年 老师从莎莎的包里 翻出了一盒烟 面对质问 她选择一言不发 校长告诉她 只要供出闺蜜 便可以免去退学的惩罚 可莎莎却为人仗义 说什么也不肯松口 妈妈被叫到学校 一通思想教育 但面对校长的威逼利诱 妈妈振振有词 女儿不肯出卖朋友 反而让她颇感自豪 一番言论 说得老师羞愧难当 他们保留了莎莎的学籍 改成了无限期听课 莎莎待在家里 打算破罐子破摔 妈妈却拿了一份资料 把她送进了补习班 据说这个老师很厉害 专收其他学校不要的学渣 把他们送进大学 可到了报道这天 见多识广的老师打开门 还是被莎莎吓了一跳 老师推开门 学生居然是个小辣妹 清凉的装扮 直接把她看呆了 老师非但没有说教 反而夸她非常吃上 说完就像朋友一样 吐槽起自己的形象 然后连了离衣服 一本正经的居乐个宫 这个老师完全没有架子 让女孩印象不错 补习班的第一课 就是一堂测试 只有知道她的水平 一切才刚刚开始 成绩下来后 果然是个开始 满页试卷 居然一道题都没对 老师对她赞不绝口 从没见过这么离奇的答案 仅仅几句话 就让她对学习不再反感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给自己定个目标 只有写下来 才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女孩根本不信 既然老师要玩 那索性玩把大的 她想都没想 添上了最顶尖的大学 此时的她还不相信 这个玩笑 居然真的会实现 老师很擅长 根据每个人的特点 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 当学生取得进步 甚至比他们还要开心 得知莎莎历史很差 便拿出漫画书 让她从漫画故事里 有个大致的概念 第一天补习结束 莎莎竟从零分学渣 进步到了五分 她画出来的日本地图 根本就是个圆 更别说分清东西南北 就连上小学的妹妹 都比她知道的多 爸爸看她一反常态 便以为她又在作妖 阴阳乖气的说 这个家还得寄希望于儿子 什么狗屁补习班 自己一分钱都不会出 妈妈却很坚决 表示自己会赚钱 支持女儿的学业 或许是爸爸的态度 激发了她的奏指 既然自己啥都不会 索性从小学的知识学起 每答错一道问题 就要卸掉一个妆容 作为奖励 如果她能用暑假时间 学完中学英语 那老师就在全班面前 展示年轻时的丑照 这一下 让所有同学来了兴致 虽然暑假的游玩计划 已经排得满满当当 但为了让老师出丑 跟闺蜜玩的时候 依旧在认真的看书 看着密密麻麻的笔记 闺蜜突然意识到什么 回家的路上 她也在努力背单词 单词越背越多 汽车也更加有力 可回到家后 爸爸的全部心思 依旧只在弟弟身上 弟弟的棒球队得了冠军 便可以吃奢华大餐庆祝 剩下的母女三人 则被冷落到一边 为了报复爸爸 莎莎变得更加努力 经过一个暑假 她的英语测试 居然拿到了满分 老师也兑现承诺 拿出自己的照片 看着这个图老帽 着实把她吓了一跳 暑假结束后 莎莎终于结束了处分 可一回到学校 她就困得不行 在课堂上呼呼大睡 老师依旧认为 这孩子就是个垃圾 可闺蜜却跟老师顶嘴 说莎莎要考到最好的学校 在老师听来 这根本就是个笑话 可如果落榜 莎莎要面对同样的惩罚 老师以为 她肯定会知难而退 谁知莎莎竟一拍桌子 当场接受了挑战 老师在绝望的女孩面前 拿出了一颗鸡蛋 鸡蛋圆圆的 当然不可能立足 可老师却充满耐心 细致地调整起来 看着树立的鸡蛋 女孩恢复了信心 虽然离信仪的大学还差得远 但她已经开始相信 只要认真地努力过 总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与闺蜜唱歌的时候 她也在认真做笔记 闺蜜知道 莎莎是为了她们的友谊 在努力地勉强自己 于是抛温泉的时候 说出了绝情的话 我们 已经离开了 他们看到了莎莎的奴隶 真心希望她能考上大学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她们约定 等考试结束 再一起肆无忌惮地敬祝 为了提高辩论水平 莎莎每天关注新闻 将媒体的观点 认真地记录下来 然后以编证的角度 跟老师讨论着观点 为了全身心投入 她叫来闺蜜 剪掉了自己的长发 可即便如此 模拟考试的成绩 还是差了一大截 她的日记里 写满了迷茫和绝望 巨大的心理压力 让她彻夜难眠 第一次想到了放弃 她本来就是个学渣 却在没日没夜地努力 如果到她来一场空 到底图个什么 看着她自暴自弃 一向平和的老师 第一次表现出失望 莎莎失魂落魄 来到了妈妈打工的地方 她觉得自己的成绩 对不起妈妈的辛劳 妈妈没有任何责备 自己的女儿 又何尝不再努力 冷静下来后 莎莎决定 听从老师的建议 到自己心仪的学校看看 走在校园里 这里的学生从容自信 正是自己向往的样子 妈妈想拍照留念 可莎莎却重然斗志 想把合影的机会 留在入学的时候 深夜回到补习班 却发现老师正在等她 原来为了她的大学梦 不止她一个人在努力 又一次模拟考试 莎莎自信地走进了考场 成绩出来后 忐忑地不敢打开 老师拿出成绩单 发现她的录取率 已经超过了50% 爸爸看着成绩单 满脸的不可置信 自己对这个女儿 实在亏欠的太多 到了考试这天 天空下险了大雪 交通也大面积瘫痪 为了考试 走也要走到考场 爸爸就松松赶来 她已经在一大早 换好了防滑轮胎 路上 爸爸突然将车停下 拎着铲子下了车 她很不理解 生怕耽误了考试 可一开窗才发现 爸爸正在卖力地 帮一堆老夫妇出去 她突然觉得 自己一直以来 似乎都误解了爸爸 妈妈曾经对她说过 车子到了考场 爸爸终于松了口气 她不乏坚决 头也不回地向里走 一向冷漠的爸爸 却也飞快地下了车 第一场考试 她的肚子翻江倒海 只能硬着头皮 努力填写着答案 剩下的一场 是她最不擅长的辩论 详细老师的教导 以及自己学的新闻 她思路清晰 刷刷点点地写个不停 成绩下来后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居然凭借最弱势的科目 被心仪的学校录取 第一时间 将好消息带回了补习班 这些关心她的人 比她自己还要高兴 爸妈激动不已 幸福地相拥而弃 学校的老师也兑现诺言 在校园里来了个裸奔 沙沙咸鱼翻身 离不开自己的努力 更离不开身边 那些温暖的人 妈妈的安慰与鼓励 让她能够坚持下去 爸爸的外冷内热 让她点燃了豆指 一群靠谱的闺蜜